大家好 现在呢 暑假结束 新学期开始 各位在上学的时候啊 是不是经常听见老师这么说你们 你真是我带过的最差的学生 现在的孩子一代不如一代 比我们那会差远了 其实说实在的 我教书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我们那会说 挂着养王八 越养越丑丑 黄鼠狼下号子 一窝不如一窝 特别是从那个 就怎么说呢 就是孩子嘛 他就是跟我 比如说年龄差的越大 差距越大 你比如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教的那拨孩子 77年78年的 跟我差个五六岁 然后再教81年82年的 我就觉得81年82年的 那拨孩子不行 淘气 不听话 因为跟我差10岁 是吧 不听话 是吧 想了想法也根本都不一样 因为那81年的属鸡 82年的属狗 我就老说 他这班上鸡犬不宁 除了属鸡的就是属狗的 鸡犬不宁 等到到最后 你再教这8485的 到最后教8788的 哎呦 那真是觉得 这什么玩意 火星人 怎么想的 跟我们想的 就完全不一样 你们怎么新年联欢会 唱的每一首歌都是英文的 你们是中国学生吗 那我唱京剧 你们怎么听不懂啊 我天 这一窝不如一窝 黄鼠狼下号的 是吧 其实啊 一代不如一代 不是现在才有 这这种想法 鲁迅在文章里 就这么说 是吧 比鲁迅成名时间 再早点 清朝灭亡的时候 社会上就有很多这样的声音 旧制度从形式上消除了 新制度没建立起来 人们并不完全清楚 什么叫共和 以及如何才能实现共和 习惯了传统三纲五常的中国人 完全不适应 法律上的人人平等 所以一时之间 社会上尊卑不分 风气大坏特坏 你比如说这个 法律规定 人人平等 那这个家奴被老爷打了 哎 那法律都说了 人人平等 我是不是能打老爷 就把老爷也打了 那你这玩儿老爷能干吗 你想想 这搁过去 这家奴就能打死 所以呢 捆吧捆吧 送到县压 这大老爷给我做主 大老爷怎么做主 大老爷觉得 大总统都说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那理论上 这个家奴打老爷是对的 甚至这小妾要跟原配平等 儿媳妇开始骂婆婆了 婆婆只会干什么 不干了 这种事是屡屡发生 那么这种事 就是跟原来的传统道德 乃至传统法律 都是完全相悖的 所以人们根本就适应不了 就觉得一代不如一代 人心不古 如何才能挽救世道人心 一部分人就开始往后看 认为要挽救人心 维持国运 只能恢复刚常明教 才能实现 所以1912年9月 大总统袁世凯下令 尊崇伦常 十月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 在上海成立孔教会 成员呢 都是满清一老一少 孔教会认为 当时已经礼崩乐坏 挽救中国的唯一办法 就是尊孔读经 明目张胆的上书国会 要求明定孔教为国教 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 但是呢 孔教会确实进一步影响到了民国政府 转过来年 大总统正式颁布祭孔令 恢复了前清祭祀孔子的礼仪习俗 并要求呢 各地把所有的文庙 一律遵从美县设奉寺官一名管理庙物和祭祀 再往前数 历朝历代这种思想就没有断过 清朝末年穿长袍马褂的 瞧不上屁发西服的 有刘美幼童剪了辫子 那然后大清官员大怒 成何体统 晚明的官员也一样 看不上穿的花枝招展的 直视为妖服 感慨还是鸿武之士好 人心淳朴 明朝初年呀 服饰等级有严格要求 庶民衣服上不能有金袖 脚上只能穿鞋 不能穿靴 穿的鞋只能是纯色的 不能材质花样 更不能用金线来修饰 如果违反禁令 会遭到朝廷的严惩 大街上男的全是短衣头巾 女的衣服颜色只有浅红和浅绿 因为只允许穿转了 现在呀 很多玩汉服的人 你要想穿越回明朝 你这个光衣服样式 大多数人就会遭到重罪 根据明史记载 一年有三十多个南京市民 因为穿靴子被冲军 到了明朝中后期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有商品经济 城市比较繁荣 服饰上也比较五花八门 曾经呢 有一位闲居的官员进了一趟城 发现满街的声援秀才 装束呢全是红丝束发 嘴唇涂着红色的高枝 脸上抹着白粉 还点缀着胭脂 要不是因为一脸胡子 完全分不清男女 所以这位满脑子正统思想的官员 不禁感慨万千 改诵诗一首 昨日到城郭 归来泪满金 变身女医者 尽是读书人 意思就是看大街上的读书人 穿女装 离京叛道 感觉这个社会怎么堕落成这个样子 于是大哭一场 当然了中国古代这种思想的源头 应该说呢 源自于孔子 孔子主张客己赋礼 看不惯礼崩乐坏 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的这句话 是可人也 孰不可人也 咱们现在改成 孰可人也 审不可人也 什么意思 这个根据礼法 天子观歌舞 八义舞 单立人 一个这个向巴不向巴底 一个向有不向有 那个字叫一八义舞 八八六十四行 天子的文工团六十四个人 诸侯四十八 大夫三十二 结果鲁国的大夫济世 他跳 他看舞蹈的时候 看的是八义舞 摆出了天子的架势 僭越了两极 所以孔子说 哇塞 这能忍就没有不能忍的事了 你一个这个陪臣 陪臣值国命 居然这个不但超越诸侯 还简直就摆出天子的架势 这简直是忍无可忍 当然了 既然有认为一代不如一代的 就也有想的明白的 比如说魏征 李世民刚登基的时候 有一次跟群臣聊天 说现在人心不古 老百姓没有以前好管 问魏征呢 有什么办法 魏征说不用管 上书又谱业 风德仪说自打姚舜宇三代以后 人就不行了 所以呢秦汉往后各朝呢 都用严刑俊法 魏征是个书呆子不懂事 要是按照他的办法不用管 天下迟早大乱 魏征呢反驳说 姚舜宇三代离现在好几千年 要是像你说的那样 人性一直堕落 现在早就修炼成精了 你想教育也教育不好 其实啊不光是在中国 西方社会也相信这种说法 公元前八世纪 古希腊的诗人赫西俄德 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 之前呢则是黄金时代 白银时代 青铜时代和英雄时代 前几个时代是人和神 共同生活的时期 其中黄金时代 是希腊神话里的二代神 克拉诺斯刚刚造出人类的时期 那个时候世界最和谐 人类美好高贵 社会公正和平 后边那几个时期就一代不如一代 那因为人和神都比不上以前才有特洛伊战争 至于现在的黑铁时代更是一塌糊涂 那赫西俄德认为人类马上就要迎来末日 那所以不光古代如此 那现代西方社会也一样 美国六十年代就有垮掉的一代的说法 阿甘正传的时代背景就是垮掉的一代 他们要求反普归真 自我解放在白宫门口游行反战 对于参加过二战的老一辈来讲 这些年轻人对军人大不敬 简直食乐不赦 另外呢 他们这个玩摇滚 吸毒磕药 烂焦 崇拜像猫王这种不伦不类的明星 所以呢 就把他们称为是垮掉的一代 然而历史证明 他们并没有让美国垮掉 反而推动了美国向前发展 你比如乔布斯 比尔盖茨 奥巴马 年轻的时候都喝过大酒 抽过大麻 崇尚自由 喊口号要做爱 不要战争 结果也没有垮掉 苹果微软 美国总统 这忙都干这个了 所以既然这个社会 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一代不如一代 那为什么这句话会挂在耳边 其实逻辑背后啊 折射的是一种宠古心理 老一辈落后于时代 发现这个时代 不是他想象的样子 不听自己指挥 于是呢 拔高上一代 去打压下一代 其实呢 非要把自己的这种 心态凌驾于别人之上 然后往自个脸上贴金 才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 这个世界啊 根本就没有什么垮掉的一代 有的只是禁锢 自大和反制 好了 关于一代不如一代 这个伪命题 咱们呢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